5月19日,一架直升机在香港大部临景公路附近的一间农庄解体后坠毁 现场有多辆警车及消防进行救援,及时当场死亡 香港新建西署理消防区长陈胜利透露 消防在下午5点半左右接到报警后,随机赶到现场 在坠毁地,飞机的残骸散落在山坡上近百米范围 坠毁点火石较大,现场发现一名死者 有香港媒体报道称,死者为一名近50岁的律师 大约有三年的驾驶经验 当天起独自飞行时发生意外 香港民航意外调查机构、高级意外及安全调查员何鸿亮介绍 设施的飞机型号为Robinson R44 逝世现场属于正确的飞行区域 至于失事原因,将朝着天气、飞机基建 以及外部因素等方向进行调查 根据我们初步收到的消息资料 这个飞机应该就在石岗机场 在下午4点40分左右起飞 应该机上是得一位机师 据相关调查人员透露 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感谢观看